创业时代,郭新年被人抓住软肋导致公司倒闭,温迪在投金城怀抱。 黄轩轩、杨颖、周一维、宋毅、张小谦等人领衔主演的《创业时代》正在热播中,这是一部将属郭新年在日益兴起的互联网时代研发手机软件魔晶经历了无数坎坷之后最终成功踏上创业之路的剧情。 说到创业是不是电视机前也有很多小伙伴们是处在创业期的呢? 都说万事开头难,真的是一点也不假,有背景,有资源,有权势,有人脉,包含以上任何一条的人创业起来肯定一点也不费吹灰之力,但是相对于没有这些条件的穷苦少年, 只是怀着一腔热血开始创业的,在创业的道路上肯定要遭受种种的困难,看电视剧中的郭新年就知道了,有着天才的智慧,没钱没事没人卖,怀着梦想和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开始创业,在创业之初还要经历种种的困难,弄不好小命差点就报销了。 好不容易熬到魔晶成功上线,在洛菲斯的投资会上以惊人的下载量夺得了投资,魔晶一夜之间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但是对于魔晶这样的免费软件做出来,互联网的各大龙头企业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所以相尽一切办法的想要击垮魔晶,而金成就是其中一个,从开始金成就和郭新年较上进了,他把女朋友乃兰和自己分手的罪魁祸首按在了郭新年身上,他是郭新年为眼中钉,见不得郭新年过得风生水起, 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打击郭新年,不仅联合各大运营商对郭新年进行打击,还起诉郭新年剽窃。 事业刚刚起步的郭新年,一时间被这些市盲的焦头烂额,还有一个不理解自己的女朋友温迪,她也曾成后悔过自己扑错人,责任是她不得不选择和温迪在一起, 虽然心里喜欢的是纳兰此时她也没办法再去追求她了,不过在事业遭受到危机时她首先想到的是纳兰,而女朋友的温迪她却没有考虑过,这也让已经爱上了她的温迪感到害怕,她害怕郭新年就此就不要自己了,夜深人静的晚上她放低身段祈求郭新年即使事业失败了也不要抛弃自己。 新年对于这个还没开始打官司就已经认输的女朋友也是无力吐槽了。 在这里要说的是好人真的是有好报的,在郭新年为官司烦恼的事和,关于半岛对手的重要资料落到了自己手中,可以说是喜从天降了,不过开心不过三秒,又要上演一段惊险的历程, 不仅家里的豪宅被洗劫,好兄弟卢卡被人袭击重不说,还把偷金城资料的小模特送到了卢卡的床上,以此来威胁郭新年,一直追剧的小伙伴们肯定知道卢卡是郭新年的好兄弟,所以相当于郭新年的软肋被敌人抓在了手里。 所以,老董提出要见郭新年,让他带上重要名单和硬盘,单独赴约。 卢卡的卢卡郭新年毅然决然地答应了。 不过老董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后还不放过郭新年,还要让郭新年在关于剽窃的案子上一定要败诉。 这真的是要弄死魔精的节奏啊,难道魔精真的就要消失了吗? 应该是的,所以郭新年的事业就这样没了公私倒闭,眼看没有了事业的郭新年温迪和他也没有了再继续下去的意思,郭新年也趁机放手了,可能对于他来说在这个事和分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对于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为了责任在一起也不会长久的。 况且温迪是一个可以共享福却不能共患难的人。 在离开了郭新年之后,温迪很快投入到金城的怀抱,因为他手里握着魔精的核心技术,金城也露见其成,在拿到想要的东西后,很快把温迪摔在了一边,继续过花天酒地的生活。 对于身为女朋友的质问,反而被泼了一脸的水。此时的温迪心里应该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吧? 伙伴们对于这样的剧情有什么要说的吗?欢迎留言参与讨论哦!